就把它套進去之後 它就可以變成保鮮膜 然後又可以重複使用 擺的時候食材大概落在1.3的位置 今天就是在家裡簡單輕鬆做 哈囉 歡迎來野菜露露 我是Ruby 我是小野 今天呢我們來做一道全素的花壽司 那一般家裡面其實通常 比較少會包花壽司 都是一般的那種海苔在外面的那種壽司 那其實花壽司啊 它包起來也蠻漂亮的 很漂亮 對 就是它外面會有一點不同的色彩 然後吃起來口感我覺得比較好 我覺得比海苔在外面的口感好 對 其實我們因為海苔在外面會能悶 對對 潤潤 那今天呢裡面的內餡啊 都是精挑性選過的 搭配在一起的口感真的是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那在開始之前呢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最近舉辦了一個小活動 就是如果你本身 或是你的媽媽 你的阿公阿嬤 有那種私房食譜 你吃起來覺得這怎麼會 大家都不會做 覺得這真的很棒的食譜 不想要它失傳 對 然後就可以email給我們 然後我們如果覺得 欸 這真的很棒可以分享給大家的話 我們就把它拍成影片 如果我們有把你的師傅拍成影片的話 我們也會寄一份精美的小禮物給你 所以如果你們有私房師傅的話 就趕快email給我們 我們現在期待的是那種老一輩的 對 可能已經 失傳的料理 真的email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把它拍出去 然後分享你更多人 對 它不會消失 對 繼續做我們的花壽司 今天要準備的食材有 壽司米 海苔片 豆包 茄子 小紅瓜 玉米筍 紅蘿蔔 跟酪梨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做壽司的第一步就是先煮飯 壽司米 其實什麼壽司米都可以啊 就寫壽司米的就可以了 對 先洗米 我們今天這是幾顆啊 這是兩顆 兩顆 對 好 米洗好之後呢 就放入電鍋 蒸煮 那其實在日本啊 他們做壽司是很講究很講究很講究的 但是今天就是在家裡簡單輕鬆做 好 現在米飯煮好之後啊 我們就先把它剝鬆 然後再來做成粗飯 蘋果醋加進去之後 蘋果醋加進去之後 就用切拌的方式 切拌就是一個鍋子嘛 然後用飯掃然後切 從中間畫一刀之後 然後從下面把它挑起來 盡量讓米飯不要被壓扁 然後均勻的攪拌 讓每一粒飯都沾到醋 拌好之後就可以放涼 好那在等我們的醋飯放涼的時候 我們就先來備料 那這邊我們準備茄子、紅蘿蔔、小紅瓜、玉米筍、豆包跟酪梨 然後都把它切成條狀 好那我們食材先切到這邊 那酪梨還沒切是因為 它等一下如果太早切的話會氧化 會變色就不好看 所以就是最後要擺上去的時候再切 好然後現在呢就先把小紅瓜 用一點鹽巴醃漬讓它出水 去掉那個酸味 然後豆包、玉米筍跟茄子等下會用日式醬油稍微炒過 把它炒香 然後紅蘿蔔等下就稍微用鹽巴水汆燙一下就可以 稍微滑一下 好現在豆包還煎到有點酥脆脆脆的時候 可以先把那個玉米筍放下來一起煸 茄子可以嗎 茄子等一下 茄子它比較會爛掉 一起炒的話可能就全部都爛光了 對 因為其實等下都還是要分開 然後現在玉米筍煎到兩面 都有點這樣微焦微焦的狀況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日式醬油 好香喔 好香喔 這個真的大酸 這不是業配 但這個真的大酸 好接著原鍋加入 再加入一點油 然後我們來煎茄子 現在茄子放下去大概30秒 上一下的時候就可以加 醬油 就是讓茄子軟軟的時候就可以炸 一點點就好 因為茄子很會吸味道 接下來取一個滾水 然後我們要來燙蘿蔔 紅蘿蔔 然後在水裡面稍微加一點鹽吧 紅蘿蔔大概煮到兩到三分鐘 就可以拿起來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來準備包壽司 好那一般包花壽司啊通常都會用保鮮膜 但是保鮮膜就相對的比較不環保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 到底用什麼可以來取代保鮮膜 後來就發現 欸我們家有這個保鮮袋 應該滿多家裡面都有的 這個拉鍊保鮮袋 然後你就把那個包壽司的竹簾 就把它套進去之後 它就可以變成保鮮膜 然後又可以重複使用 對洗一洗就可以又變成普通的保鮮袋 好所以現在先把竹簾放進去 這個方法可以學起來喔 就不用使用保鮮膜 好那在把飯鋪上去之前啊 記得先準備一碗醋水 醋水 醋水 要怎麼調 一湯匙 對一湯匙的醋 然後一碗的 一碗的水 要可以喝的水喔 現在把飯放上去之後 把手去沾醋水 讓手沾到一些醋水 然後甩蓋 這樣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你把飯 用手把飯推均勻的時候 就不會黏手 然後又不會讓那個 又不會讓飯去降低它的醋的味道 然後這邊飯都鋪均勻之後啊 我們就 撒上這個 香鬆 海苔香鬆 其實要撒什麼都可以啦 像七味粉也可以 芝麻也可以 香鬆都撒上去之後 我們要把它 翻面 因為花壽司是 放在外面嘛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 整個 這樣翻面 然後通常會用保鮮膜蓋著翻 但因為我們就不用保鮮膜 就直接翻就好 直接翻的時候就 然後現在就可以開始來擺這些食材 然後擺的時候食材大概落在三分之一的位置 下三分之一 對 下面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好 擺好之後呢 結成全碩的美乃滋 這個在全年也都買得到 好 現在就來開始包囉 拿起來之後 然後 往裡面壓 壓緊 好 壓緊之後呢 竹簾拿出來 再往前推 再壓緊 好 壓完之後呢 稍微放個兩分鐘再來切 為什麼 讓它黏緊一點 就是不要馬上 壓完不要馬上切 讓它的塑形 慢慢讓它放黏緊之後 再來切會比較不容易鬆散 好 現在等壽司稍微靜置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切酪梨 這是台灣酪梨喔 我們後來發現台灣酪梨啊 其實口味灰皮 牛西蘭的差 對 而且又大顆又便宜 不用去紙 不是 就跑出來了 這表示熟得很剛好才會這樣 然後台灣酪梨就直接這樣 喔 直接拔平 哇 這真的熟得很剛剛好耶 好方便 對啊 還不用抗手包 對 然後現在就可以來切 切得很薄的薄片 然後接下來就要切我們的花壽司啊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配布 就是刀子啊 我們可以沾一下剛剛的那個醋水 這樣你切的時候才比較不容易黏 最後呢再放上我們的酪梨就完成囉 好 來 到了我們正經朋友的時刻啊 開動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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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是我覺得現在入前為止我做過最好吃的壽司 壽司覺得它一口 這真的爆炸好吃 因為那個酪梨啊 在你嘴巴進去的時候它在上面嘛 會在你的口腔上方那邊劃開 劃掉 然後劃掉之後就整個包覆住這個壽司 然後酪梨又等一下就叫牛油果嘛 它非常的滑順 然後又有牛油的那種香氣 然後整個包著然後再咬到裡面的蔬菜 豆包 喔 那豆包用日式香油煸過真的很香 米飯上面你可以撒七味粉或是那個海苔香鬆嘛 那差別就是它外面會有顏色 七味粉的話就紅色 海苔香鬆的話就是那個海苔的顏色 然後你那個玉米筍 小黃瓜跟紅蘿蔔都是比較偏脆的 對 但是它脆的口感又不一樣 玉米筍有玉米的香氣 小黃瓜又是那個飽含水分脆口度 為什麼要搭配這些食材 就是它味道是會堆疊上去的 就是有不同的層次 就是 欸 你現在咬到什麼又有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口感 然後現在什麼東西又在你嘴巴化開了 然後包著翻一起又是不同的味道 這不是正統的日本的花壽司 就是正統日本花壽司 不會把洛梨放在上面 對 把洛梨包在外面的那個是 California Road 就是所謂的那個加州捲 我覺得洛梨放在上面 它真的會有把 就是把花壽司 帶出另外一個不同的口感跟味道 真的 所以你其實你不放洛梨沒關係 就是一般的日式的花壽司 很棒 真的很棒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這影片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來看 小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前面提到的就是食譜 大家如果有釋放食譜的話 再記得寄到我們的信箱裡面 那就這樣 掰掰 偷吃 你也偷吃